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张Feliz Beato在1860年拍的照片 眼前所见 是一回什么事 我们一看帐幕军营很清楚 军队在平原 一般在平原上 在平地上扎营 看到一些马 亦看到一些耕地 这些耕地是谱干 是菜田 没什么水分 合理的 因为是晚冬时分 二、三月 香港是 如果还没煤濕 三月初 土壤比较干 这个不足为奇 英法联军在香港休整 好了 除了这样看上去 我们会不会太随意 overlook 忽视一些东西 首先 那些 墓墙派 这些 墓墓 古墓 那当然不是虎墓墓 那墓墓就是墓 那时候的墓墓 怎会是古墓呢 对不对 你现在 如果你现在还看到这个墓墓 你说它是墓墓 因为起码百多年前 对不对 中了很多东西 但是 普遍的植物是不多的 就是土地 大家留意 整个香港九龙都是这样的 今时今日 我们看到草木 茂城那些地方 其实都是 龙林处 还有人 不再陷阀 还有很多是直林 而做出来的 但是一个所谓 我们叫overlook 一个严重overlook 严重忽视了一个很清楚的问题 这个浅滩 就是九龙城外的浅滩 这是一个深溝 河谷深溝 这边有没有 不知 这边 延伸上来 这边延上去 这边延上去 所以看到 那些马 是在河谷深溝旁 整个大深谷 不奇怪的 整个九龙岭 鑽石山 大老山 池云山 獅子山 那些水亮 在原始的环境 有这些 绝不出奇 对不对 这个随时可能就是 看得渠的前身 因为这边就是鑽石山 所以 眼前你看到 一般说的就是沙田亚道 这条路就是进入沙田亚道 在这边上 或者在这边上 不知道 可以在这边上 这些深溝的河谷 我们不要注意 今天经常以为是平地 那当然不会是这样 好了 这些很明显是田地 那些是蔡田 这些可以是米稻田 因为初春时份 未插秧 那些军就住在这边 所以这些军就随时在香文的田上 倒沙扎营 也不奇怪 这些在斜山坡上面 当然有兴趣 这个是什么 这个 这个是什么地方 在海滩 边 九龙 九龙湾边 OK 那我就说 这些相片的内容 似乎是 186年拍到香港九龙 王大仙区域 这样的相片 但是就没有被 我们历史上去注意到 这些是一回什么事 OK 那大概你要知道的就是 他说 当时整个新九龙区域有的人口 一定是五个一万人 包括新九龙 OK 这个人口稀小情况是如何 他们有田有地 有耕种 是一些相对原始的土壤 然后农业化的土地上去做这些东西 这张照片已经放到最大了 解说里面会有六张照片的连结 大家朋友 如果你有兴趣研究 应该自己走进去 放大些相片出来自己看 OK 这个有名的叫做Kowloon Walk 九龙国 多谢下来大家 多谢下来大家